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入秋的保養,我想除了精華或臉霜之外 大家都很著重在面膜這個環節 所以今天我就拿了幾款我最近用過的面膜 想跟大家做一個review 坦白說,我不是一個頻繁或每一天都會敷面膜的人 頻率大概是每個星期兩次左右 所以我對面膜都有一定的要求 不希望錯失了任何一個機會 如果敷了一些很無感的面膜 那一晚我都會頗不開心的 今天想分享的面膜有些真的頗驚喜 或者有些單格很高 但敷完之後我就覺得沒什麼感受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也有興趣這個題目的話 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第一款就是一個沒什麼新鮮感的3D面膜 我想大家都應該敷過不同的版本 例如紅色的保濕或藍色的美白 這個金色是一個濃厚版本 其實我以前是很討厭它 因為覺得它很焗促、很厚、太過滋潤 但不知道是不是年紀歲數大了 或者今年的氣候特別乾燥 晚上是整天吹完風之後 好像皮膚被人扯乾了之後 我再用它竟然是覺得它好用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曾經很討厭它 但今年你覺得自己皮膚特別乾的話 可以試試考慮去買它 因為它不算特別貴 約十多元一塊左右而已 而且其實這個3D面膜 它的剪裁是 我用過這麼多款面膜裡面是最特別的 而且無論你的臉多大、多腫 或是多小都可以完全遮蓋到很貼服的 如果你沒有用過任何的3D面膜 然後你發現自己的臉型是很奇特 跟坊間大部分的面膜都不配合的話 我會建議你買紅色的保濕試試看 它是比較基本的 保濕效果又不錯 又不算特別貴的一個面膜 很容易買到的 第二款是一個來自澳洲品牌的面膜 我在澳洲買回來的 但我發現在香港也不難買到它 那就跟大家說一下我的用後感 黑色這一款是美白 白色這一款是保濕的 它們大概是15元一塊左右 如果同價位的保濕面膜 我是不難找到比它更好的 你敷了上去之後覺得 它的精華是比較稀 然後純粹是即時有保濕效果 但是不會長得很久 而且面膜紙是比較薄的 但是黑色這一款的美白面膜 我自己就挺喜歡 你會覺得自己沒有那麼暗沉 然後即時有一點點的兩白 又不會說飄了 或者是一元出來 就整個面膜紙白 就不是的 那我自己就挺喜歡 15元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已經覺得挺不錯的了 接著就是韓國DOTAJUST的這個泡泡便膜 其實我也用了一段日子的了 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在夏天的時候 我對它又沒有什麼感受 因為我是一個完全不懂得出油的人 所以夏天的毛孔就不會變粗變大 但是現在天氣的風是這麼吹過來 就會扯乾皮膚 我就發現毛孔就有逐漸變大的跡象 我就會敷這一款的面膜 就可以立即收細毛孔一點點了 在我身上是挺有效的 但是在其他皮膚身上 我想大家都要試一下 是一個黑色的面膜 然後敷在上面 就會慢慢看到它起一些泡沫 不會去到很豐厚的 但是又不會很稀疏 我覺得程度剛剛好 第一 第二次敷是覺得挺有趣的 之後習慣了就沒什麼感受 有聽到一點點滋滋滋滋滋的聲音 大約敷了20分鐘 就剝掉它 然後再洗臉 我自己就覺得它不會乾 它又有一點點的保濕 然後又做到這個收細毛孔的功效 我自己長期在家裡都會有這個存貨 如果有一天我自己覺得毛孔又粗大了 我就會用它了 接著就是最近我收到的兩款Star Retail面膜 它們是來自香港小店Little Stardust的 那個盒子非常非常漂亮 粉紫色這一款是他們的WONDER MASTER 裡面是著重在B5和草本的植物碎取的 而黃色這一款就是他們的PURE GLOW 它主打就是有葡萄油、紫蘇和竹葉的碎取的 這兩款面膜的單價都比較高 大約要60多元一塊 所以不要跟那些十多元一塊做比較 我們的Standard要設定比較高的位置 這個價位我就不捨得每個星期都敷了 我想大約兩至三個星期 當個人很累很辛苦的時候 用來獎勵自己 所以用它的感受 我都希望敷完它之後 真的有獎勵自己 很舒服、效果很持久和顯著 我才會覺得好用 我覺得我有這個要求也不是很過份 畢竟不便宜 我自己比較喜歡就是他們面膜的質地 因為有些面膜他們聲稱有很多Mule的精華 但是其實很少在面膜那裡 全部都是膠袋那裡 所以你要之前塗在臉上 或者放在瓶子那裡之後用 或者塗在皮膚、身體其他地方 我就覺得沒有了原本的意義 它這款做得非常之好 它30ml的精華全部鎖在臉膜裡面 拿了臉膜出來 你會發現精華鎖正無幾 所以有一種莫名的滿足感 因為全部的精華都在敷在臉上 它的質地是比較厚重一點 所以也不用每個星期都敷 我真的覺得它的效果是可以耐久到 起碼三、五天都不需要再敷一些很強勁的精華 但是敷完是一定要洗臉的 因為有少少的黏 而且你會發現越敷越涼 它是有薄荷的成分的 所以它是有一個舒緩的效果 很舒服的 而黃色這一款就沒有紫色那麼厚重的 它敷的時候也沒有薄荷的 它會適合一些皮膚沒有那麼乾燥的人 但是你又想感受那種精華不斷被皮膚吸收 又不會很厚、不會很黏、不會很焗的人 但是紫色就會適合一些皮膚每一天都被扯乾了 真的極度乾燥的人就會欣賞它 這就是我對它的感受 最後想跟大家分享一堆URO BEAUTY的面膜 我前後就買過兩套 因為它們經常都出現在我的FB 其實我用完第一套的時候 已經覺得它們一般一般的了 但是忍不住那種誘惑又買了第二套回來 因為裡面的產品都不太相同 那我就覺得可能是第一套不適合我 那我就買完第二套 都覺得有一些是蠻好用的 那首先說了一般 基本上我想買大部分套裝都會有的一個保濕面膜 它的包裝非常之大 你用平時的面膜去比 你看 它的尺寸相差很遠的 但是它的面膜質地或大小是沒有特別的 跟一些比較好的面膜差不多 它的保濕效果是有的 會比開解那些好一點 但是又未至於去到它平時單價那麼貴 如果你在套裝裡面買 大約十多二十幾塊 我覺得它是做到那個標準 它的效果大約可以耐用到兩三天左右 第二個應該是它們比較新的產品 一個是液靈面膜 這塊面膜就是為什麼我會再買這個套裝的原因 因為上一次的套裝就沒有包含這一款 這次就是298元 有10個面膜 然後有一些護膜 還有一個面部的按摩液 這個我也很想測試 究竟是否真的有用 可不可以瘦到臉的 大家會不會想試一下 一個14天 這些類型的瘦面儀器有沒有用 我可以拍一條影片的 我自己敷完之後 它的面膜顏色很可愛 是一個橙黃色 但質地沒有太大特別 而且有點不貼我的鼻子 有點浮起了 敷完它之後 我覺得效果是很好的 因為我最近這個位置 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乾燥的粗粗粗地在 我用了很多不同的護膜 都消滅不了 但是敷完這一塊就完成了 所以它是有一個功效在 但是就未至於去到一個很粒 或者要一個很成熟的肌膚 才用到的 所以如果大家最近應該都還買到這個套 有興趣 我覺得都可以試一下 它一包裡面有兩塊這個面膜 然後每次買套裝 它裡面都會包了兩套黑色啫喱眼膜 它是我用過這麼多款開架也好 專櫃眼膜也好 最無感的一款 完全沒有去黑眼圈 浮腫 眼袋 緊致 甚至連保濕 都沒有感的 如果放進冰箱也會有一種涼滋滋 因為它的質地是啫喱 但是其他的感覺一切欠缽 所以就不需要為了想試眼磨而去買任何的套裝 我覺得 然後就到兩款gel mask 先不說功效 先說了質地 它們都是兩包唯一組 一包粉一包是gel 拌勻 拌勻之後 塗一個很厚的面膜 在臉上 等它一段時間過了就會乾 然後可以撕出來 那種 就有點像平時面膜最後一個步驟 但是沒有動膜那麼厚和那麼硬 這一款海草棉膜敷上去比較挺身 有一點淺藍色 上面有些紅色粒粒 敷大約20分鐘就可以撕下來 它的主打功效就是緊緻和拉提 不過我敷完之後 臉是超級抹緊和超級無敵乾 你看到臉是超粗粗的 而金箔面膜敷了上去好像十八銅人一樣 它的質地比較流 所以一定要躺在這裡 都會流到整條頸 甚至乎你會看到我的衣服 我的身體都有面膜的 一樣都是敷了20分鐘之後就可以撕下來 敷完之後我會感受到明顯亮白了 皮膚細緻了 但是沒有保濕的效果 講功效這一款金色就是抗氧化 急救和逆靈 其實在我身上就不太感受到 我純粹是覺得臉乾淨了的感覺 如果以質地來選擇 這兩款我都不會特別喜歡的 好了以上就是我對最近用過的 還有一些面膜的用後感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參考 我的皮膚就是中性片乾 沒有以前那麼沙漠肌 因為做了基段食後 我整體的膚質都進步了 很開心 希望今天這條片大家都會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天三點 逢星期六天三點 逢星期六天就十二點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Σ 逢星期六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